深知武术对身体的好处 为了传承这项传统记忆 北投国校在这学期特别开设武术社团 希望让学生透过学习武术 能够防身、加强体力 间接培养耐性、训练专注力及反应能力 就是师父的儿子 那从小也是学武术 那非常知道说武术对身体的好处 还有学习可以提升专注力 所以他自从来这边任教以后 就也希望这样子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所以就积极希望成立这个武术社团 然后也让小朋友可以练 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武术功夫这样子 那除了可以健身 那也可以防身 武术教练吴圣玉从小接触武术运动 为了让更多小朋友产生兴趣 吴教练以有趣的口诀 让学生守记功夫口诀和动作 更发明了和武术相关的游戏 希望让他们明白练武好处 发展的很好 给糖果 出掌 不要打架 外个 这种游戏中带入招式 从招式中带入游戏 这样让他们慢慢的产生这种兴趣 学习武术时的权力及招式等等 对学生来说都是新事物 学习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他们相信只要肯努力 就能克服困难 程度更是不断提升 我会想选这个社团是因为 爸爸说可以练身体 困难在就会觉得很累 觉得很好玩 是因为可以学会一些招式 我就觉得说在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别人打武术很帅 然后我就想要来学学看 然后就觉得说武术很好玩 然后那个也可以练身体 可以让自己变得强壮一点 透过教练的训练及引导 学生们逐渐喜欢上打拳 校方希望学生能从武术中 学习中华武术的精神 不但能强身健体 也能建立学童的自信心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导 新冠棱 grav阮